大家好 歡迎收看《路視面線》 這一段的訪問 我的嘉賓是政治網絡主持 曹家超先生 阿草 你好 是 你好 路視 阿草 今天想先講一個最深的新聞 一站是沒有什麼媒體報導的 在波斯頓那邊有一個中國的留學生 才有誤的 他之前是侍應威脅白紙運動的同學 那些白紙運動的同學在學校看一些 我們有自由 我們有民主的那些Banner 他們威脅叫人家撕下來 如果不撕下來就斬了人家的手 甚至說他已經向中共的國安機構去詭捕他 今天在波斯頓那邊的法院就判了 判他的兩個罪名就成了 4月24號就會判了 為什麼我們要講這件事呢? 其實因為他都是屬於小粉紅的 是不是? 現在的粉紅 包括倫敦 台灣 都有一些粉紅的事件發生 覺得粉紅在國際上面的空間 各方面是不是都可以評論一下 還有沒有市場呢?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小粉紅現在出到外國讀書 就很容易就會覺得被歧視 這件事是一個很重要的case study 現在你說被捕的那個小粉紅就叫廟裡 他就在那個波士頓派克雷 因為他在學院裡面讀書的 那就是因為 剛才你剛才這樣說 有一些中國的留學生因為支援白紙運動 聲援白紙運動 貼了文宣出來 那他就會向國安舉報 然後甚至乎恐嚇 斬人家的手這樣 這個當然是一個將這個中國的國安威脅 帶進來美國的一個行為來的 如果給他得逞的話呢 那即使說呢 就會變成美國人的口實 就是中國人呢 沒有個體的 沒有自由行為 沒有個體行為的 就只有集體行為的 因為一個人讀灰 一個人監控 就可以令到 所有的中國留學生呢 政治一體化 只是一把聲音去表達 現在這件事件呢 慶幸的就是令到 現在這一幫中國的留學生呢 就可以 這個事件呢 就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是有些人是做國安的異目 但是 這個這件事是值得關注 值得注意 這個也是中國人社會 中國人留學生團體呢 是一個問題來的 但是所行的就是說 這個人呢 可以被承知愈法 法律呢 是可以呢 就其實是可以懲罰他的 就令到中國的長臂管轄呢 還沒有得逞 起碼是現在這一間學校裏面 那所以呢 我覺得 你說 起碼在於那些 不想被人種族歧視的中國的留學生來講 是一件好事來的 即使說 你在美國自由發聲 你起碼就不需要這麼恐懼 真的要做一些 你說恐嚇的行為 你說斬不斷雙手 起碼至少在這個例子上面 就沒有得逞的 如果你說不是的 大家都不出聲的 你說受到恐嚇又不敢舉報的 然後齊齊都就範的 那你想一下 這件事情對於美國人來講 當地社會來講 怎麼去解讀呢 最重要是怎麼解讀呢 起碼就是 我覺得 起碼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說中國的留學生在外國讀書 在美國讀書 至少這個例子上面 就可以為一些 想自由表達聲音的留學生 爭了一口氣 其實美國人社會 其實自從在孟晚舟事件之後 因為孟晚舟逐渠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有個國安法律 就是你只會是中國人 你公民就要配合這個國安法 就要配合他們做一個國安行為 做他異目 做他奸諜 這個就成為中國人很大的心窩 人家每個人都覺得不是的 就是他要管這些中國人 為什麼要寧社會防範大陸人 就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法律 是令到他們要被迫做一些配合國安的監控 甚至做間諜的 那他就長期來說 就會變成他就可以有權種族歧視 因為他就是有這樣的法律 但是現在你起碼就是說 因為這個例子 發生在2022年的例子 誤曉女這個人 做出這樣的行為 是被懲處 被執法的 所以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暫時見到 我見到有媒體報導 這一位的學生在出現的時候 他都向美國之恩的記者 一些不包含民的手的動作 還有這個案件4月24日就會盤言 如果是這個罪名成立了 他可能最高會判5年的監禁 或者是罰款25萬元 那我想問這件事 對於海外學校裡面那些 就是粉紅留學生 是不是一個警示 絕對是一個警示 但是起碼就是在美國是一個警示 因為其實他現在那幫留學生 本身是支援 除了白紙運動之外 就是支援那個聲援那個彭立法 那彭立法對於海外的學生來講 不僅僅是美國的 其實就算在英國 很多的留學生都聲援他 其實自從在去年六四開始 就已經有零零星星 或者甚至乎是越來越多的朋友 就是白紙運動 是對海外留學生來講是一件事來的 尤其是英國 美國可能零散一些 但是美國的環團體 我相信是會比英國更加大 那麼就 你起碼就覺得 你現在在大陸 現在你在美國在英國 其實就算他們表達都好 都不敢露樣 就是怕好像廟裡這些人 就是做國安異目去舉報你 那我覺得就 就起碼現在就這樣看起來 就對他這些想做國安異目的人 是一個阻嚇 但是 可能呢 也都會令到他們這種這樣的執法行為 就是這個廟裡事件之後 令到一些想做國安異目的人 就會學聰一點 會做暗中監控 就不會好像他這麼蠢這樣 就去做恐嚇 那我覺得這個人 其實他在美國讀書 其實都 就是很浪費家人的金錢 其實就因為 其實美國 起碼是一個多元 包容的一個民主先進的國家 但是 他竟然可以將中國那種 就是 那種那麼野蠻的做法 帶進來的話 那其實是 我覺得是 就是 是該死的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 對他來說是教訓 對所有很多中國人的團體來說 是一種警示 但是我覺得 不代表這種威脅就沒有用去 就是 你說先 起碼就是說 你不會令到 就是這些 小粉紅 就會這麼愚蠢 是嗎 不過 用這件事可能聯想到 在英國倫敦 就是過完十字那個車站 那個小粉紅的事件 是不是 發生在英國倫敦 是你住的城市 那件事可能大家都知道發展 發展可能 小粉紅都被在底 他們也可能很大可能是中共的代理人 那現在那個鋼群家說 好像星期五 他們會回去那個車站 那其實另外一個現象 好像似乎香港的 就是英國的香港人 都在那邊 在鋼群上面有演奏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那邊的香港人的反應是怎麼樣 香港人的反應 你說在香港人街坊的 那些WhatsApp Group 那裡 其實都很多人去討論 很多人去關注的 那 暫時來講 今天就是有第一個人 那香港人就去抬琴 那我想其實是一種表態 那其實整件事 去到現在來講 就已經不是那三個人 就是那個搞事三人做 被人起底 那代表某中國電視台 他們就聲稱是來自某中國電視台 那被起底的這三個人 那這三個人其實都是 就是都是有些來頭的 他們是 就是比如你說冷雪年 就是官二代來的 那有一個呢 就是叫做是劉夢榮 那其實他就是很積極這樣去 就是教人家怎樣去 就是去求職 在英國求職 就是做一些網媒 那甚至乎有些人就說他呢 他有一個微博的account 就叫做英國醜事 不是美國醜事 那是唱衰一些西方國家 那樣的 就是這些呢 就叫做 就正正就是 在英國的國土 在西方文明的國土裡面呢 就是唱衰你現在 就是西方國家的行為 那其實這些人呢 其實是 其實是國家安全的威脅 英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來的 我覺得是 那另外一個叫做張玲 就是叫做女英主持 就被定成為的女英主 阿德琳娜 那這個人呢 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對著 那 有個叫做刨孝哥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冷說年 就是為他發聲 就說 就是現在那個鋼琴家 就說碰到他 那雖然之後刨孝 但是這個張玲呢 其實是最主動第一次 自己主動伸手去騙 那個鋼琴家那個女人來的 那這件事呢 那明天呢 因為其實今天那個鋼琴 就已經獲釋了 那現在鋼琴家 Dr.K就說這個鋼琴獲釋 因為昨天呢 就爆發了一個這樣的事件之後呢 那個鋼琴就被封 甚至乎有這些 就是保安在看守著 因為 他就說 地鐵 就是這個 聖Pancris的車站 他們就說 因為 就是做著相關的工程 鋼琴鋼琴 鋼琴 因為安全的關係呢 就封住了他 但是呢 封了一天之後呢 可能民怨難煩 那 就將他搬到另一個地方 等完之後 再公開給大家 去談這個鋼琴 那今天呢 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談過了 但是 起碼至少 在網絡上面有暴動的 就是一個香港人去談 那就談完榮光歸香港 在網絡上面的圖片 那些片段 是沒有打格仔的 他也都不怕被人起底的 那就 而Dr.K呢 那其實他也都在 就是電視台節目啦 一個叫iTalk的一個節目裡面 就預言 他們明天呢 就會去 即是星期五的時候 就會去演出啦 那就 其實整件事呢 有點像 有點像 去年八月的時候 這個在倫敦的Black Link 那個圖鴉場裡面 就是 那件事 其實有點像的 其實是 去年Black Link事件之後 那就是因為 有一些大陸人 有某位大陸的留學生 那就 去抹掉人家那些圖鴉 然後自己寫一些大陸的政治標語下去 那令到很多當地人 很多英國人呢 那個民怨都很大 那個很大爭議 因為覺得 你這樣破壞人家的圖鴉 然後把自己的聲音就蓋過了 本身就是一種 就是 很野蠻的行為來的 那現在這件事件也是 這個叫做文化衝突 那 其實這兩天呢 我都有留意到 其實都有類似的效果 令到英國人人覺得 我們天生的權利 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表達自由 我們那個人身自由 就開始受到一些外來的 這些人的做法 是被威脅到的 就和Black Link事件很相似 很大衝擊的 因為呢 本身英國人就覺得 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這些東西 我天生有的 從來都沒有受到威脅的 而英國本身就是一個 全世界裏面最成熟的民主國家 突然間 有一些來自中國的人 是吧 其實是中國的 不要說其不其事 只有中國人去踩場 這種叫做文化踩場的行為 就是 在去年Black Link事件裏面 第二次發生 如果這個是國家行為的話 這個是非常之愚蠢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整件事在大陸國內 就掀起不到一些風波 掀起不到一些文憤出來 因為 現在這個三人組 我們看到劉蒙榮那個女士 就教人家怎麼擠身上流社會 教人家怎麼寫CV 那個女生 那自己拍一條片 就說 給這個鋼琴家 去欺負 又說去碰那個女人 然後就說歧視 這些東西 你在英國被人欺負 在中國裏面 有沒有人幫他們 被人歧視 在英國 會不會 會激起一些 戰狼行為出來 會不會有一些 好像 葉問那樣 中國人在海外被欺負 會不會有葉問去教訓他們 我又不是很覺得 是吧 就是中國人在外面被人欺負 哇 就是我們 那些戰狼去哪裡呢 不覺得 甚至乎有些人質疑 我今天自己在台 自己的節目裡面 就是貼了一些 微博一些 裡面的一些質疑聲音出來 就譬如說 喂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會被歧視呢 你覺得是 人家問另一支旗 是不是共產黨黨旗 為什麼你第一次的反應 你覺得是被歧視呢 歧視你的什麼呢 是不是 喂 我覺得對大陸人來說 就是共產黨黨員 我申請入黨 如果我是黨員 我覺得很威風的 是不是 人中之龍來的 大陸只有一九千萬的黨員 十四億裡面的九千萬黨員 人上人來的 為什麼人家說 你是共產黨旗 是吧 將共產黨這個名字說出來 你會不會覺得矮人一折呢 你會覺得好像受人家欺負呢 是不是 你應該如有榮言才行的 不是 他會覺得他有agenda 他會覺得他這個是有抹黑行為 除非你自己覺得很 很刁人 很刁架 共產黨這個名義 如果不是 為什麼你會覺得抹黑呢 是不是 所以我自己覺得 根本上這幾個人呢 兩個原因 第一 就是根本上他們自己 所謂沒有底氣 沒有自信 就是習近平教廊 有四個自信 是吧 四個自信 就是文化自信 制度自信 理論自信 還有就是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口號自信 這些東西 但是他們沒有啊 所以沒有底氣 所以人家一說你是共產黨旗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被冒犯一樣 就是你自己都不覺得共產黨這個身份是光綠 但是二的原因 就是他們做慣手勢 這個就是中國人呢 在外國被欺負的時候呢 他們就不是學一套熱民的拳 是吧 就是可以學泳春 就在那教訓那些外國不是 他們去自保的行為呢 他就會學 他們就已經習慣了做壞手勢 就是當被欺負的時候就說歧視 任何 你就被人質疑 被人質問 就說人家歧視你 這個就是他們自己本身呢 習慣了 以前我記得好像是兩年前 澳洲其實有一個網紅 他都是教人的 如果你在外國讀書的時候被人欺負呢 你就會說被歧視 那他們的人呢 就是你說警察也好 學校也好 他們首先就會 就是本能地會保護了你 而事實上呢 這一招是work的 我們見到是work的 起碼就是在這個聖Pancras的火車站裡面 當有警員過來的時候 就是那個咆哮哥冷雪蓮 就說他是歧視的時候 那你見到你兩個女警員就很認真的 真的很緊張去處理的 那這個策略就贏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做的話 是會有反效果的 歧視本身是一個自保的行為 但是不是 現在對於這三個人來說 其實他們是很有代表性的行為 他現在是反手為共 他是用來攻擊你 他不是說 人家說你是共產黨旗 你就解釋了 你不知道中國文化 你不知道中國的政治制度 不是解釋你明白 你說我是日本人 其實我是中國人 你說我這個黨旗 黨旗是怎樣的 我現在按給你看 是有鐮刀斧頭的 你搞錯了 是吧 我們這個是共產黨旗 是鐮刀斧頭來的 國旗就是五星旗來的 但是就算人家說你 國旗是黨旗那又怎樣的 那又怎樣的 那麽大意見 我覺得也都錯不完 因為五星旗呢 五顆星是有意思的 是吧 那五星旗來講 最大的顆星 就是共產黨 是象徵著共產黨 那另外那四顆星 是工人階級 農民階級 資產階級 民營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他講不錯的 沒有錯的 他是 國旗裏面 就是黨的成份 在那裡 是吧 那顆最大的顆星 是共產黨 那就是無產階級 是吧 他應該如有榮言 他應該去 寫這位 Dr. K 他要教Dr. K 繼而去教他的聽眾 是吧 他沒有做到這件事 反而現在給到Dr. K 那些聽眾 那些觀眾看到 他自己覺得 受歧視 其實反映的 就是他沒有自信 沒有習近平 降落的四個自信 如果他是黨員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踢他出黨 因為他們這種行為 實在是太刁人現眼了 太刁假 是吧 那我覺得呢 以整件事來講 尤其三番四辭 這種文化衝突 不斷地發生的時候 簡單來講 這些叫低級紅 有沒有國家去背書呢 沒有 而在大陸裡面 有社交媒體裡面 牽不牽到什麼連儀 有沒有人去 覺得 哇 就是中國人在外面受到侮辱 對吧 我們一個一個連拳 一個一個好像列業民那樣 去自保 沒有啊 甚至乎有些質疑聲音走出來 啊 啊 你在外面賺食 啊 你在外面生活 在英國生活 跟著又賺 國家裡面的小粉紅的流量 哇 你不是很逐數嗎 是吧 現在大陸人很 叫做很synical 現在是 所以現在變成很搞笑 兩面不是人 這種行為 又是保護自己的國旗 就是 自然 都會有些人去支持他 但是不是一面倒 沒有啦 牽起不了波蘭 是吧 就是你會不會看到 整件事會搞到好像 十年前 這個日本說要私有化 這個釣魚島 那樣 然後整個國家 就是大串聯 周圍上街示威 在那裡 就是打砸搶 丟爛人家那些日本車 有沒有看到這樣 有沒有 是吧 大陸人 現在呢 就看得很清楚 你那些人不要外面 在那裡丟人現眼 是不是 人家說你黨旗 你如有榮然 是不是 為什麼說你歧視 這些招數用得太多 又沒有創意 是不是 不合理 你反而令到Docker K 成了名了 現在是 是 是啊 那個港人群家 那個電影 我今早去看 去到229萬 可能現在已經230萬 增加了幾萬 他那個視頻 我今早看是737萬 可能現在不知道去了多少萬 其實我這裏都覺得 為什麼中共對這件事 官方是沒有人口的回言 你覺得是因為他們 在Docker 不值得回言 還是 不回言 比好 回言好 如果回言 回演 是更加多的 怎麼說呢 自打嘴巴 是不是 那個效果出來 其實就 問題就是說 這個 你見不到一個國家行為 這個就簡單點 你說叫做低級控 就是 一些很撤裂的表忠 其實就令到國家蒙獸 就是因為你解不通的嘛 你為什麼又覺得歧視呢 是不是 你歧視在哪裡呢 你教育別人 是不是 為什麼你說 會又在那裏發爛奪 咆哮呢 其實這些就叫做 蓬池 大陸人很清楚 這些就叫蓬池 看在眼外 哪有人屈你呢 你說 就是現在那個林夢魂 就說人家 就剪了片 就是把他摸 他那個女人呢 那些片段就剪了開去 就令到他整件事 就是看起來 就很無辜 沒有動操 那講不通 簡易而已 整條片直落 直播片來就怎麼剪了 如果你剪的話 一定有痕跡 因為你整個對話 是非常之流暢的 是中間沒有斷的 畫面是流暢的 你見不到任何 就是一些刪剪的痕跡沒有 你只有一個講字 你越講就越聊越黑 越講就證明你不可信 你表演呢 你自己在鏡頭面前 你去講這個罪事的時候 我又很佩服他的 他自己作出來 起碼真的令到他自己 是自己相信的 就是你對著鏡頭 真的好像覺得很受委屈 那樣的 但是 真是喜歡Fact Check的人 真是會Fact Check的人 你看回這條片 很清楚一目了言 不會因為你自己在鏡頭面前 咆哮 或者自己在事後裏面 一臉無辜地去講回這件事 就覺得你真是無辜 不是 是吧 這種碰瓷行為 其實很多大陸人 在街上都會遇到 其實你草根有草根的碰瓷 見到一輛車走過 你想拿著素 然後自己撞過去 那幾個人也是 人家在彈琴 人家明明是自己在彈琴 都不關你的事 是你自己走過來 就是要別人刪片 這個就是不情之情 是很無禮貌 你已經是出師無名 因為人家拍到你 你又說不可以公開得 什麼叫不公開得 你不在人家的鏡頭後面 人家就拍不到你 所以這個就是控制 很簡單 還有你說 我們自己都在拍片 所以我們不可以暴露自己的身份 你拍片了嗎 你拍攝機了嗎 他說他自己等那個鋼琴 然後要拍攝 拍做春晚的節目 那你沒有輪到鋼琴 那個鋼琴都沒有輪到你去彈的時候 你都沒有去表演 你都沒有去拍攝機 那有什麼可不可以公開呢 你整個拍攝都沒有開始 都沒有進行過 有什麼說什麼disclosable呢 反而在你現在 你在人家的鏡頭後面 影響的樣子 真的 你如果在人家拍片 到處在人家拍電影的時候 你自己跑去人家鏡頭面前出現 然後在那裡勒索別人 你拍到我啊 你刪片啊 這樣行不行 這個是很離譜的 這個其實很野蠻 很低質的一個碰瓷行為 是說不通的 完全是 所以整件事的是非 是一面倒的 是沒有人幫他們 是不是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低級紅 是沒有什麼陰謀論的 只不過就是他們呢 就養衰了 養衰了的時候呢 就是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大陸人呢 尤其這些大外宣呢 近來或者近年 就是那個教養呢 就覺得 就是要據你力爭 就算沒有理 都要呢 强詞奪理地去爭 强詞奪理地鬥爭 以前就叫據你力爭 現在就不是 現在是强詞奪理地鬥爭 就是這樣了 明明自己碰瓷 其實在那裡假裝無辜的 到你哪裡來呢 沒有的嘛 是不是 我看到的一幕呢 可能你也留意到 那個藍雪兒 叫那個什麼 鋼琴家 不要碰他啊 說你們連續有很大的差別 接著鋼琴家後退了一下 很詫異的手打開 我說我不要碰他啊 我只看到這個棋子而已 真是 很搞笑 真的 就是碰瓷了 就是叫碰瓷 是不是 其實就是 在大陸人眼中已經見得多了 那些這樣的撮裂的 那些這樣的敲詐手段 真的是 是 你一個常識一個人的十一大庭廣眾之下 一個人誰敢去點別人的 點別女生的手 點別人的手 哇 這個真的 真的覺得有一點 思維真是 你不合理 我在那裡拍片 然後在我直播期間 我在那裡性騷擾別人 然後 去令到我的觀眾 看到我性騷擾別人 我表演在鏡頭面前 直播性騷擾別人 不是這麼傻 是不是 哪有人講得通 然後 你又說 因為我在鏡頭面前 見不到 就說人家刪了那些片 那你拍不拍到那些片 人家刪了那些片 靠信你 是不是就信他們那幾個人 浪費了 講回那個鋼琴火車站 你們平時會不會都 會經過那裡去忙一下 看一下那些 不會特別去忙 不會特別去看 但是偶爾 其實那個鋼琴都沒有什麼限制的 就是很多人是會彈的 輪流彈的 但是就很和諧 那裡也是半個購物場 在一個公共空間 那些人表演 彈得好不好也好 其實就相當無事 但是現在這幾個人 是造成了一些困擾 這種困擾 導致人家留下一些印象 尤其是對中國人 有一個負面印象 所以其實這三個人 雖然就是說 枉稱為這個 叫做中國的華人精英 但是我覺得真的 是一個形象包袱 他們是 簡單一點來說 其實他們是 如果你說他們是代表中國 甚至乎是代表中國的頂層 代表中國的精英 我覺得這個是國恥 所以如果不是 這個中國領事 我都要跟他們說 清界線保持距離 不說他們不評論 就已經是對他們很仁慈 我覺得是 你鬧大來講 其實對國家是沒有好處的 你現在 你國家 你在國內 他有沒有那個道德光雲 我們經常說 共產黨的legitimacy 起碼就是 他有沒有那個道德光雲 或者有沒有那個領導光雲 在那裡 是不是可以凝聚到人心 不是 就是 經濟一談死碎 年輕人 都不肯不肯生肌 是不是 經濟又躺平 那些年輕人 就 就是 喂 你不要搞這麼多無謂東西了 國家是這樣 就是現在 現在你國家 中國共產黨 就是這個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 就做很多一些異氣之爭 經濟上面就交不到功課 甚至乎越搞越差 一年下來了 你看到那個經濟 反彈反不到支援 還越來越衰 那個經濟增長落漢 自己自說自華 5.2% 根本上大家都感受不到 是不是 就是 自己的飯碗都不保的時候 你現在你有錢 那些華人 那些精英華人在外面出醜 誰人理你啊大陸 你講回建制 我們這個話題就講建制了 彭博發佈最新 亞洲二十大富豪加助排行榜 其實五個富豪的加助中 就是香港 四個財富就使不潛力這麼大縮水 都最離奇的是 香港首富李嘉臣 榜上沒有命 大陸都是一個都沒有的 例如馬雲啊馬化豪啊那些 一個都沒有 現在是什麼呢 習近平雖然說什麼 東升西降 現在看到不是東升 反而是印度那邊的大富豪 就是那些財富 加到那些錢 其實這個 阿籍可不可以跟你講一講 經濟上面 對這個排行榜有什麼分析啊 首先 你剛才說了李嘉誠的部分 這個排行榜 它不是就是說 它是以家族為單位的 家族為單位 其實很重視究竟你 家族的尺寸 就是整個家族的財富尺寸 究竟有多大 如果你只是第一代的富豪 你只是說你的財富 只是集中於第一代 你是沒有承傳的 至少它有一個標準 至少它有標準 就是承傳至少兩代 那你說李嘉誠就是了 起碼說你摘街你摘距 其實它們都接了一班 那不是說它們沒有錢 只不過不算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第一代 就是李嘉誠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力在那裡 它是沒有退場 退場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力在那裡 所以不算它 而中國大陸為什麼那些富豪不算呢 你說馬化和馬運那些不算 就主要就是因為 其實大陸的媒體 其實這個網譯 其實他們都做過報導 就是有分析過 那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 你大陸是沒有這些世家旺族 你沒有一個很遠舊的歷史在那裡 因為大陸真的要有富豪開始 其實要有這個改革開放算起 那改革開放多久啊 其實是七十年代尾 八十年代頭才開始 那你從那時候開始有人發達呢 去到現在 那就還沒有累積到幾代 至少兩代人的富豪走出來 那所以以這樣的標準來講 以彭博這樣的標準來計 那大陸人就沒有入流 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你說香港的富豪 那現在只有五個富豪 五個望族入圍 那分別是新鴻基 新鴻基國士 鄭家純的 即是這個新世界的鄭氏 還有我看到就是 家道理家族 還有李錦記家族 還有李錦記家族 這些 鄭氏 就是這幾個 就是四五個 那主要就是他們這些 那為什麼他們說 就是彭博呢 他在他蝙蝠裡面 是一些很顯著的蝙蝠 那他說 整個富豪榜裡面 最大的輸家 其實就是新世界的鄭氏 新世界的鄭氏 就現在這樣看起來 他就好像傳了四代 就好像傳了第四代 那但是就主要因為 其實他是做地產生意 他是做地產生意 那因為那不只是香港 其實香港大陸都不行 香港大陸的地產市場都很差 尤其是內房那樣 內房就是你自從三條紅線之後 就是大陸的內房 就是香港的房地產 都縮水收得很厲害 那令到他 就是因為他的那個財富成份 多數都是由那些 就是那些不動產那裡來 就是這些房地產的 那所以他們就縮水了 那其實他主要去說 就是說 你看到那個富豪榜裡面來講 以往二十大 一些富豪家族 其實香港是佔最多 是佔了五個 接見六個 最高峰的時候 2019年的時候 佔了六個 但是現在是變得五個 甚至乎他們那個財富的規模 都小了 但是與此同時 你會見到 他真的很明顯 他講了一件事 整個富豪榜 你說二十大富豪 總體的財富是增加了 他們呢 如果你說他們講的 collective reform 他也有講的 他說 未曾試過這麼富有 他總體來講 十億八億千億 五千三百四十億美元的資產 他們加加賣賣 但是 唯獨是香港這五個 就是縮水 而沒有起的 就是印度那些 那些富豪 印度就很厲害了 印度就是 那麼 其實他 他排頭那個 阿巴尼呢 就是做一些 就是 他做 就是做 什麼生意都做 那 其實 印度的財富 就是印度的富豪望族 其實是 他裡面有 就是說 其實是 是無情感的 因為其實印度 是 起碼 就是在疫情這幾年來 相對於中國 其實是 此消彼長 中國就越來越不增 反而 印度呢 就越來越厲害 那 主要 就是其實這個 這個禮拜 講的 就是 這個 就是 引升中國的趨勢有關 那 印度呢 那個股票總市值呢 那個股市總市值呢 就剛剛就是超越了 香港 就變成 第四大 全球第四大 就是 那個規模大的 一個股市 那麼 那個原因呢 彭博都解釋過 那麼 那麼首先呢 現在你就是 印度長遠來說 他已經是取代了中國 成為 全球最多人口的國家 第二 這個 正正就是此消彼長的原因 就是地緣政治問題 但是 印度呢 這個人口大國呢 相對於中國 就是真的可以左右逢越 是跟中國的關係比較差 但是印度跟俄羅斯的關係好 那 就是 你印度跟中國的關係差 沒有問題 那麼 兩個國家 生意依然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 就是印度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不是只有吃老闆 其實它科技上面 其實特別這樣 是有進展的 尤其是 IT上面 IT大國呢 印度是 跟美國的關係好 對吧 就是 美國 美國 在這幾年來 拜登時代以來 他就主打 這個印太政策 就叫做 威士忌 去風險化 在這個供應鏈科 去風險化 就將 本身在中國裏面 生產的訂單 就抽走 就給印度 給越南 給馬來西亞這些國家 所以你說 只是說整個經濟 你說就業來說 就業 整體人數 經濟規模 其實是自消比獎 印度升 就是中國港 在股市上面 經濟整體上面 我們就看到 現在它具體的反應 就是 那 你現在整個 印度的經濟國力升 那 你 尤其是我們見到 其實 因為它那個股票升 它現在整個股價 整個股市在升 其實反映了 它們整體的資產 這幫最有錢的負荷 它們就是水漲算高 它們就是 有錢過你現在香港這一幫 是吧 就是無論你怎麼說 就是怎麼自欺欺人 就說中國經濟依然很強勁 是吧 就是香港又說自己 這個有志及興 但是這些就是 除了口號之外 是沒有意思的 多方面的數字 證明了 印度 真是現在 逐漸在取代中國的經濟地位 就是 說回香港首富李嘉誠 他在大陸自知 這個話題都不是新鮮的話題 之前我們大陸那邊有文章說 不要讓李嘉誠跑料 我記得 不過有一個經濟的評論家 就是 就是 蔡聖昕 就是 在推特上面說 他說 李嘉誠要先知先覺的 那他撤離海外 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他 二年 二三年 他在中國大陸北京想見習近平 擔到去見 誰知道 就等了兩個禮拜都 都見不到 才去打倒 打倒為虎香港 然後慢慢慢慢地 部署 又辭職 走人 其實這個傳聞 或者是 你怎麼看呢 其實他那個就是原因 就是 相對於 早兩任 就是李嘉誠都年紀很大 在他發席之後 其實他都經過 歷任的 就是中國的黨核心 從鄧小平 去到江澤民 到到胡錦濤 這幾個最大的核心 這幾代的領導人 之前那三代的領導人 都很重視 和李嘉誠的關係 都有單獨見他的地位在那裡 你起碼就是和胡錦濤去見面 以前和胡錦濤見面 胡錦濤在 就是 射任之前 李嘉誠其實是說 他自己親自跟他說 我跟他的手下說 無論時間長短都好 一定要見李嘉誠 是看到李嘉誠很開心 但是 對於李嘉誠來說 當然就希望和中共 又是黨中央的心 可以保持這麼緊密 但是 就是說 他從十八大開始 都希望維持一個這樣的地位 你說 2013年的時候見過一次 2014年的時候 董建華 就帶隊工商專業團 去訪問北京 那時候又見過一次 但是兩次都沒有去到單獨見面 之後 就說 其實我想應該是 2014至2015年間 那個時間點 就是蔡神坤所說的 就說 這段時間裡面 李嘉誠自己一個人 上去北京 就等到習近平兩個禮拜 就向這個中辦 說想見習近平 但是等了兩個禮拜都見不到 現在蔡神坤就說了 就自此之後 回來之後 他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就是撤資的決定 而2015年的時候 正正就是2014至2015年之間 李嘉誠做了一個撤資決定之後 就開始被共產黨留意到了 所以就是有一個叫《撩網雜誌》 的一個網上版 就出了一篇文章 就叫《別讓李嘉誠走了》 其實 那個時候是比較 起碼是十年前的事 是十年前的事 你會不會見到 李嘉誠開始去走的時候 中共開始會關注他 開始疼他 開始想慣留他 沒有啊 沒有啊 甚至乎之後 就看到他很緊 就 而你說見到近年來 其實蔡神坤這一篇文章 其實那個時間點 其實比較少 那你有其他文章的報導 比如呢 自由亞洲都有報導 那李嘉誠都有開始去逐漸設置 其實他自己說退休之後 就將長實的業務 跟整個集團是要分拆出來 長實就是做房地產業務 房地產業務就是跟其他 你開始睡家了 李嘉誠主要是做長實 李嘉誠就是做PCCW 做BillTV 做信報 那些比較aggressive的業務 但是李嘉誠就是首成的 但是他就 就是你起碼你說 地產那方面 在他那個資產佈置上面 是逐漸地 除了就是說他 長實就不要 就只是做地產了 他跟其他那些富豪就很不同 其他富豪呢 尤其是 你為什麼現在說 鄭家純 就是新世界 那個資產肅碎都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其實他 就是他將那些財富 是比起李嘉誠 更加大程度 是集中在那些房地產上面 而李嘉誠呢 相對之下 有個政治觸覺在那裡 那麼蔡臣坤就說 其實是因為 習近平 他得不到習近平的重視 被去膚顯 所以才二行蘭山 說要走人而已 但是 這個也都不 他就說 他就覺得 你不要覺得 李嘉誠很英明 其實不是的 純粹因為 被人這樣冷待 那我就覺得 未必 因為呢 是一個 中國一個 這樣的獨裁社會 獨裁國家 如果你得不到領導人的重視的話 你得到領導人的重視 未必很成功 但是你得不到領導人的重視 你就一定不成功 是不是 你看到 喂 就是 我們看一下 馬法庭已經是 馬雲 你看到華爾街日報 實際上 說 習近平很討厭馬雲 但是馬法庭沒事吧 馬法庭乖 但是 在這個 共同富裕之後 馬法庭都要交保護法人 都要交上百億的保護法人 是不是 就是這個 騰訊都要這樣交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共同富裕政策 喂 你就算 你不得罪 習近平 你都尚且如此 那你如果乖的 更加不要說 就是 你 就是 你 這些乖的 都尚且如此 都被他割韭菜 那 現在你看到 就是你民營企業家 在大陸 就是很慘的 現在是 尤其是你說馬雲 阿里巴巴 那樣 他可以做越多業務的時候 他又說他資本無罪擴張 是不是 就是他當然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覺得 你那個經濟地位 是大到可以威脅到 中國的 是可以威脅到 共產黨的存在 就是共產黨 在整個經濟的地位上面 就是要黨領導一切 是吧 就是黨是要起決定性的地位 那 就是 這個 你 尤其是如果他混在金融 就是做馬雅金服 做這個 就是阿里巴巴 他混在網上銀行 做了借錢 就是融資 那些 那是會威脅到 那些 國有銀行的業務 所以就 就是 就算在大陸來講 大陸的巨虎 都 現在你看到近年來 這個國進民退 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其實又證明了 李嘉誠是對的 是吧 都不是說 你說原因 就是李嘉誠 他 就是 不受到習近平重視 甚至乎冷待 其實近恩 他撤撤撤得這麼快 最重要的原因 其實就是他連任第三屆 就令到中國 可以從真走上這個 改革開放的道路 就越走越遠 直接在死心 是吧 所以就加了撤資 所以他就跟周凱旋說 要預多些錢 去做撥避 要去 在最困難的時間 要度過 那 又說 2021年的時候 就是周凱旋就說 李嘉誠就經常跟他說 山羽肉來風滿流 那你看回這幾年來 我們呢 又真是講中 當個個都說 在這個疫情結束之後 中國的經濟一定會彈起 彈起 彈了多少 沒有 是吧 你現在看到李嘉誠 那個政治 那個政治觸覺 他是 因於這個政治觸覺 而做的商業判斷 是對的 其實是